望现可是心扉 第47集 谁都不要只要你 回去的路上 蓝忘机忍不住问道 叔父有没有为难你 魏无羡靠在椅背上 眼里满是笑意 担心我 嗯 蓝忘机点了点头 我说是我送的礼 送到叔父心开上 他才没有为难我 你信吗 魏无羡办事打气道 信 蓝忘机还是点了点头 扑斥 我说什么你都信啊 傻瓜 你叔父啊 魏无羡故意拓长声音 卖关子 蓝忘机蹭的一下 把车靠到路边的停车带 说什么 你 魏无羡被他突然停车吓了一跳 不忍再逗他 叔父一直在问话的事情 只最后让我好自为之 好好照顾你 你 别闹 蓝忘机轻叹一声 我没闹 真的 魏无羡看着蓝忘机道 蓝湛 我已经答应叔父好好照顾你了 所以你以后要听我的 好 所有的事情一步一步地朝着美好的方向前行 脏色的身体恢复得差不多便出院了 回到家 一时间有些不习惯 太空了 在医院的时候 魏无羡和蓝忘机每天都报道 陪他说会话 现在回到家 只有他和魏长泽两人大眼瞪小眼 太不习惯了 两人住在一起是自然而然的 东西是一点一点般的 等想起来要有仪式感的时候 你没什么需要特别搬动的东西了 你说你是不是蓄谋已久了 怎么我的东西都在你这了 魏无羡进门往沙发上一靠 手边的靠枕也是他那边顺过来的 还有桌上的茶杯 嗯 蓝忘机点了点头 你自己说的 我什么时候说过 魏无羡的声音由大变小 看着蓝忘机似笑非笑的眼 自己好像说过这样的话 好吧 无所谓 反正两个人在一起了 助拿都一样 聂怀桑去找魏无羡的时候 才知道已人去防空 按了许久门铭没人开门 打了电话才知道人已经搬走了 让魏无羡发了定位 一边开车一边骂魏无羡不够一丝 班新家都不通知一声 车子刚到了地方 他觉得有些熟 等人开门的时候 他知道这熟悉感哪里来的了 你斑蓝忘机这里来 你怎么不说 聂怀桑有些埋怨 不是发定位给你了吗 聂怀桑觉得自己不该来的 只怪自己太着急赶过来了 又不是第一次见面 你紧张什么 出息 魏无羡笑骂道 他那样也就你不怕 还稀罕 聂怀桑说完 瞄到蓝忘机的眼神 吸了口气 还是这么冷冰冰的 比小时候更冷一点 蓝忘机让他们聊 他进了书房 聂怀桑做了一会就带不下去了 坐立难安 要走 不吃了饭再走 不了不了 不敢 走了 多余的季节 到处都是湿漉漉的 脏色喊了几次两人回家 两人倒是听话的回去了 但每次都是吃完饭就走 搞得脏色有些郁闷 周末的时候 还没睁开眼 就听到外面细细沥沥的雨声 魏无羡哼哼了两声 拉过被子蒙住头 我还是没办法喜欢春天 潮湿的人都要发霉了 蓝忘机把他的被子往下拉了一点 搂紧他 别闷着 找个时间去旅游吧 好 想都不想就说答应我 公司的事情不用管 有大哥在 则 你大哥有点可怜 蓝忘机 旅游的事提上了日程 但也不是说走就能走 各自手上还有工作要处理 不是一时半会能交接完的 时间暂时定在四月 去哪都合适 蓝忘机这几天忙着加班 想把手头上的项目处理好 毕竟要出去挺长一段时间 都丢给大哥说不过去 魏无羡回家的时候 看到有人卖兔子 想起以前接蓝忘机放学的时候 有次人盯着兔子看了好久 应该是很喜欢 下了车 选了两只 一白一黑 又向老板询问了一些未养的问题 买了零食甘草笼子 一下子就是一堆东西 蓝忘机回家的时候 魏无羡已经在阳台把兔子窝铺好了 见人回来 忙让人走近看 怎么突然想养兔子 你不喜欢 不是 喜欢 我就知道你喜欢 不过我没养过小动物 能不能养活难说 你心系 你负责养 我负责看 几句话 角色调转了 但都挺高兴的 好 大概是还不熟悉环境 两只兔子在笼子里 没什么动静 安安静静的 不闹腾 多了两只小动物 感觉家里多了点生气 变得不大一样 魏无羡喝着茶 看着阳台上的两只靠在一起的小东西 心里有种柔软的感觉 有种自己要养小孩的感觉 魏无羡指的是当然是兔子 可蓝忘机 谋色瞬间变换 脸色不大好 你想要养小孩 啊 魏无羡不明所以 这时看到小黑撞开了兔龙的门 在门口左右张望 有点好笑 发现蓝忘机瞪着自己 无奈又无辜地回望着人 我说什么了 小孩 打比喻 比喻 兔子都不会养 还小孩 所以你还是想要小孩 蓝忘机 魏无羡这回明白了 这人脑子里又胡思乱想了 觉得好气又好笑 还有些触动 谁都不要 只要你